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快要到了 那我想在所有天下當子女的 都有一些心裡的話想要跟自己的媽媽說 那有機會就趕快對媽媽說出你心中的話 然後祝福他們在這一天可以過得很快樂 那也呼籲全天下的當子女的 不要只有在母親節的時候才要做孝順的這個動作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平時呢 能夠對自己的媽媽可以表現出很孝順的一面 那體貼的一面 因為媽媽是很辛苦的 所以在這裡最後祝福全天下當媽媽的母親節快樂